大家好,我是陈明志 事务过去的失望是我们向前迈进的理由 这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是事务人,事务是我的家乡 多年来我一直聆听事务同胞们的心声 我自己本身也一直在寻找更多解决事务问题的方案 让事务变得更好 接下来我会一一地向大家介绍 我为新Blauang所定下的六大计划 我相信只要执行这个六大计划 我一定能够带给住在Blauang的同胞们 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事务是可以变得更好的 就让新Blauang成为未来事务发展的核心动力 大家晚上好 我是N54Blauang GPS候选人陈明志 今天晚上是我在提名日 昨天开始净损期 第一个直播跟大家说说 谈谈我这一次下账代表GPA下账Blauang N54 到底我对Blauang的未来发展步伐规划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本身在Blauang已经在2014年开始在Blauang到处走动 但是当然对Blauang当时2014年的时候 我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了解Blauang 各地区各个角落到底有什么问题 因为必须很了解Blauang 你才能够去思考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在我到处逃动的时候 我发觉到有一些老问题 这老问题为什么是老呢 就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 所以我觉得说我这几年呢 其实是很值得 因为在这几年里面呢 我遇到好多好多的朋友 我也结交了许多在Blauang的朋友 那么他们跟我分享他们一些困境 他们所遇到的这些挑战 他们觉得说为什么一些事情可以变成这么老 竟然没有人去解决 那么我就说好 我就是实地去考察 好像之前的 我着手去争取的 去规划的就是Rajun Park的中央排污系统 那么过去十多年 因为这个Rajun Park花园这个排污 第一期的排污其实在70年后的时候 70年代末的时候就建成了 所以可以说是40多年 40多年的历史 所以毕竟那40多年 这个中央排污系统已经崩塌了 那么在崩塌的过程中呢 许多人就开始遇到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城市 在发展之间的时候 有些人就自己装修的时候 或者一些的地下排书馆 就崩塌了 坏了 不能用了 造成那个厕所堵塞 那么这个事情呢 其实已经拖了十多年 他们就是投诉无门 那么不要问我为什么 过去没有人去解决 我也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2015年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研究 到底这个问题是要怎么解决 而且要花费多少的费用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去拜访了十多户的住家 也拜访了一些的商业店 他们的问题都是很棘手 坦白说真的很棘手 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是个首长署政治秘书 这不是个普通人 但是呢 我们人联党 这个布拉万直部呢 我们继续去收集资料 收集这些居民他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些意见 那么后来呢 我也透过这机会 遇到当已故的我们首长阿丁娜 那么跟阿丁娜提起这件事情 我也那时候也只敢要求一百万 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回想来 其实一百万是不够的 那个不要紧 那么阿丁娜那时候口头上也答应说 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 真的很糟糕 你想想 你每天住在那间屋子 你都会嗅到异味 早上起来 晚上起来 晚上吃晚饭 都会嗅到异味 而且厕所不能够用 所以这些问题 我可以感受到 那些居民 他们的那些 他们那些的苦难 他们所遇到的这个艰难 所以那时候呢 阿丁娜虽然答应了 那么2016年呢 我本身没有出站 这个布拉万 在萨拉与孙局 没出站布拉万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换了一个首长 阿班族 那么阿班族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在进行这个 全国大选的时候 有来事务 那么那时候我也已经 被委任成为这个首长 属政治秘书 那么我就参加这些 官方的这些的网络的时候 那么还记得 阿班族旁边的那些官员 也跟我聊 说你们事务 什么问题 需要帮忙吗 我立刻想起 Raijan Park的中央排务系统 很需要帮忙 很需要重建 提升重建 整个系统 因为整个系统 已经不能够用了 所以除了那个商业区 还能够用 这个住宅区 牵涉到300间 至少300家的 这个住户 已经不能够用了 那时候 阿迪南 不知道阿迪南 那个时候阿班族的官员就问我说 有什么要求吗 我说这个 我要提出 我要代表Raijan Park 我要代表Blawan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对环境卫生 太重要了 所以之后 常话短说 那么第二天 首长阿班族就宣布说 播了300万 给我们这个工程 那么300万呢 也是后来我把它加上去的 阿坎桃300万 那么淘了300万后 阿坎桃同意了 所以也批了这个工程 这个工程呢 在去年2020 12月就完成了 12月完成了 一年前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过程呢 我深深感受到 如果我们有政府的拨款 有发展金 这些很多很多的问题 不管是新的问题 还是老的问题 我们都能够解决 所以今天晚上 主要是跟大家讲 Blawan的排水系统的问题 那么已经 我之前已经做好了 搞好了这个 雷江帕的中央排务系统 然后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大家知道 去年6月23 下了一场 一场的大雨 那么今年10月19 也下了一场 惊人的大雨 那么在这两场的雨量呢 超高的雨量呢 许多住家之前 过去甚至几十年来 没有占过水 也占水了 有些家里也进水了 厨房进水了 客厅进水了 很苦恼 很多人跟我反映 他们很苦恼 就开始怀疑 到底这个水沟 我们水沟系统 到底出了问题吗 那我跟这个市长 丁永豪 丁永豪先生 也有在过去 在不拉旺 去巡视这些 各个大小的水沟 所以我们对水沟 那里有问题 那里有这个的 这个很大 很大的问题 这个堵塞的问题 我们几乎非常了解 那么在发生 这两次的大雨之后 很多人开始怕了 一下大雨就很怕 你知道吗 如果半月下雨的话 更怕因为必须要到 必须要抗下 到底这个雨量也超高 会不会进到家里来 所以这个的苦 这个的苦 这个困境 我也非常理解 非常理解 所以呢 今天晚上呢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 不拉旺 到底什么地方的 这个排污系统 这个排水系统 错了 那里有问题呢 那么今天早上呢 我也跟这个 林华威市议员 一起到美特卡 美特卡是 不拉旺 其中一个地方 地质比较差的 局部比较差的 绝大部分 其实美特卡 雷迦巴都很好 我们事物就是这样子 一些地方好 一些地方很糟糕 所以不拉旺 大致上的地区 地质都非常好 但是在这个 美特卡呢 格拉玛呢 西纳呢 还有这个 丹麦鹰大 等等地方 都有这种 这个地质 非常的 非常的 糟糕 导致这些的 排水系统 我们的 我们的 龙沟 我们的水沟 都已经不能操作了 或者太过老旧了 甚至于一些 是堵塞了 所以 我今天早上呢 特别跟 林华威市议员 我们一起去看 这些地方 我看了很多 特别是 美特卡第13项 美特卡第13项 有一些的 朋友也打电话 给我说 你为什么都不做呢 这个路 好像每次 像属于游泳池 下大雨 只要一场大雨 不要说 不要说那种 超高雨量的大雨 一般的大雨 那条路就变成 好像游泳池 今天 今天我一个团员 跟我讲 每年报家英 年尾嘛 12月报家英 都要 都要预备 拖鞋 因为经过那条路 基本是要把鞋 换成拖鞋 把那个裤 裤脚把它卷起来 要预备 涉水而过 所以 基本上 这个是老问题 我是说的老问题 美特卡13项 美特卡14项 15项 等等 这些地方 今天早上呢 我跟那个林华威 市议员 到现场 这个就是第13项 我们去看了 这些水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物质 旁边这个地基 已经沉淀了 因为它的地质 非常糟糕 很松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这些水沟 基本已经 已经没有一个形状 原来的 原本的形状 我们还在开玩笑 这个地方水里面 很多鱼 鱼场丰富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真的是很糟糕 你可以看到 这些水 不是活水 是一滩石水 为什么呢 这些水 根本这些 你可以看到 底下一个水桶 那么这些水呢 根本就不能够通泻 看到没 很糟糕 你看这些 这些的 这些的结构 已经完全崩塌了 这个是 Metika Metika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 我到这个地方 你看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 很糟糕 很糟糕 那么这个是个水沟 完全是 我可以说 是死了 没有生命 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 你没看到 水会流动的 而且那些水 是暗粘的 污水 这个对 环境 污染 非常非常严重 也非常的 不卫生 你可想想 你的小孩子 就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非常 不卫生的 所以 这个一定要解决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些屋子 看到没有 这个路口处 崩塌了 崩塌了 但这个崩塌的时候呢 你想想这个水流量 还能够过吗 还能顺利吗 绝对是影响的 所以基本上 像我们血管 一些地方阻塞 一定是影响到 整个社区 整个社区的排水的 那个效率 所以可以想想 一些地方崩塌 这个路口处崩塌 一些地方 它的形状已经没有了 已经那个水平的 那个level 也乱到完了 你想想 如果下一场大雨的话 能够不占水吗 有这样子的水沟 你的马路 也好不到那里去 你的马路 一定是下线的 一定是走样的 所以说 Methika 13项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是像远池 有下大雨 就像远池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最头大的地方 而且要做这一些的工程 就必须重建 重建 怎么重建法呢 给大家看个sample 看到这个 这个拍镜给大家看 这个也是一样 刚才的 那么重建呢 我就要带大家去到 看到没有 Lauren 7 Jalan Oya Jalan Oya 就开始重建 它的这个沟区 开始重建 把这些沟区 全部完全重建 然后呢 还重建什么呢 还重建这一些路口处 因为这条路的第七项 屋檐路第七项 这些我们过去去巡视的时候 有些这些路口处 也是崩塌的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导致影响到 这些水 污水完全排不出去 你要知道 为什么市议会 要在这边花费 接近80万 来重建这些水沟 因为这条路 这个水沟呢 他们是 污水是往这个方向流去 而且这流去那里 Lauren江 就是到市中心 我们的那个中央菜市场 那个方向 布拉湾一些的污水 是朝这个方向流动 那么这个是整个社区 整个社区的污水出口 所以过去这条路的这个水沟 几乎是崩塌的 就好像刚才给大家看的 那个Metaka十三项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么怎样子呢 市议会呢 就透过这个的工程 重建工程 把这个路口处重建 我们讲covered 不会堵塞 不会影响到这个流水 那么这个整个的水沟 重建洋灰沟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水 跟刚才的水分别 这个是活的水 里面有鱼 而且清澈 看到没有 每家 他们的路口处 都很整齐 很漂亮 这个绝对是 对你们的物价 这个价值 产业价值 升值 绝对升值 所以这个东西 可以看到 很漂亮 过去 也许如果你们住附近 也知道 过去 真的是很糟糕 那个水沟 高矮的 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给大家看 那么 这一次 我出来 进损 N54 PLA-1 代表GPS 我第一个计划 就是要强化 PLA-1的排水系统 排水系统 那么大家也知道 在PLA-1 80% 其实80%的污水 是排向 这个西端河 刚才我们说 那个乌业路的 七项的水 是排向 我们的中央菜市场 那个方向 乌业路 那个只有20 20多巴仙 给大家看 这个 我打开地图 这个是我们 四五四 那么来到我们 第一个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黄顺开路 这条路 黄顺开路 这个是Delta Mall 我拉高点 这个是Delta Mall 这条路 这条路呢 它两盘的这个水沟 泥沟 主要是将Blauang 后阳也好 Cherry也好 Sena Chama Selada 这些地方 甚至Rajun Park 排向什么地方 向北部跑 向北部跑 是这样子的 向北部 往那里 往那里流去呢 这个是黄顺开 一深的路 黄顺开一深路 过了是零开真路 就是往这个方向跑 往这个方向跑 往这个方向跑 一直到 这个天鹅广场 这个桥 你可以看到这条河 Sungai Seduan 这条河 是整个Blauang的命脉 这条河太重要了 这条河往那里流呢 这条是往 往这边 往西边流 流向那里呢 Sungai Mera 在秦仁桥这个地方 秦仁桥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秦仁桥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Sungai Mera 红色的 那么流往 往那里流去呢 Sungai Ikan 在从Sungai Ikan 往去南方 这个Sungai Rejang 到这个地方 先接到Sungai Rejang 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Sungai Rejang 那么我们重回去 Blauang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黄顺开路的重要性 这边Starbucks 黄顺开路 跟林凯真路 这两条直路 大路 这是我们上下方 非常重要的一条路 那么两盘的泥沟 就是最主要的 排水的地方 整个Blauang 控制到 整个Blauang 排水的地方 那么 过去呢 不是过去 现在大家可以看 如果下大雨 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去看 两盘的泥沟 两盘泥沟 其实是 没有一个形状 我们知道有沟 但是没有一个形状 甚至它有些水平线 有点走样 你可以注意 林凯真路 当你驾进去林凯真路 在你左边 这个泥沟 是非常阔 广大 是非常阔 那么渐渐呢 你要驾进那个天鹅馆场的时候 或者Uruuskamera Sumemera的时候呢 这个泥沟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所以这个排水系统 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除了刚才我说的 住宅区 我们必须重建 必须提升 把这些的坏的这些沟 把它做好 修好 重修好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外面的 主要道路的旁 黄顺开一生路 还有林凯真道路 这个两旁的泥沟 要把它提升成为阳辉沟 当当这个泥沟提升为阳辉沟 我估计需要几千万去完成 要知道建设水沟 建设阳辉沟 比建路 比修路更贵 比修路更贵 但是非常值得 我再重复刚才的那个 Lorems Metica 13 Metica 13 如果两旁的那个水沟 能够重修 把它做好的话 那么那条路 从此会离开 成为有永远时的命运 整条路具有那个 那个重建的那个水沟支撑着 那么路就会不会下线 所以这个水沟很重要 谁知道 可能再过了五年 甚至十年 黄顺开一生路 甚至是这个林凯真路 我们都有计划把它扩建 现在是双城大道 可能未来成为三城大道 所以这个阳辉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是我认为说 Blauang如果未来将来将要发成 成为这个全沙拉越发展的重点 第一重点的区的话 水沟排水系统一定要好 为什么呢 第一 卫生环境卫生 是我们住宅区 城市化 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那么排水系统好的话呢 能让我们的道路的建设会更好 更有水整 能够扩建 能够把它建得更好 那么对我们交通便利来说 把我们经济的活动来说 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第一步 如果我重生的话 我将要着重注重 以一步一步的去重建 Blauang的一些坏的沟区 还有把这个泥沟 特别是大路盘的泥沟 提升成为阳辉沟 那么早上这个林华威 寺院也跟我分享 那么市议会过去 不是过去的 长年来也只有那么几百万的 这个所谓的工程的经费 工程的经费 那么这一次呢 去年他们会赶赶砸下80万 去重建乌野路气象的那些水沟 就是因为那两盘的水沟太重要了 好像刚才说的 它解决了20%的这个污水排放的这个功效 那么剩下的80%呢 我们就要依靠这个黄顺开路 还有这个林凯正路两盘这个泥沟 把它提升成为阳辉沟 各位 在去昨天的这个提评后 大家也知道Blauang我们有五位 五位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 那么在五位当中呢 我是唯一位从GPS来的 我也是唯一一位如果重损的话 我绝对能够把这个发展金 把这个工程要需要牵涉到几千万的工程 带到Blauang 不是说说就位 因为我如果重损的话 我将会是GPS代议师的一份子 GPS政府的一份子 所以我有能力将我这些的规划 把它转变成为行动 我如果重损的话 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推动这些大工程 一些小工程 补修修路啊 补修路啊 锡沟啊 这些市议会都能够做到 但是要去重建 甚至去建设一个完全新的排水系统 在Blauang的话 我们就需要大工程的经费 大工程的发展金 那么这个就是我目标 为什么我敢讨呢 为什么我在2015年是个默默无名的 什么官司都没有的 那么在2018年 我做了首长署秘书 我敢讨呢 我为什么不敢讨 Ragian Pass 300多户的同胞 面对厕所问题 我为什么不敢讨 又不是讨我自己的好处 有300多户的住户在我的后面 支持我去争取这个中央排务系统 把它提升 把它修建好 所以我讨了300万 如果我重神的话 我更加敢讨 为什么不敢讨 因为站在我背后的 有34,466名的Blauang损民 在支持就我 去做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在许多的损区 的损民只有几千位 甚至一万多 最多两万处 但是Blauang虽然是 12平方公里一个小小的损区 但是里面的损民却是 在杀老月里面是最多的 你知道吗 34,466名损民 Blauang损民是最多的 既然是最多的 你们损责了GPS GPS政府就是应该要开始启动 这个支持我启动这个计划 所以我信心满满 现在就是说 要求大家 12月18日 那一天投票日 一定要去投票 虽然这次在疫情中 进行这个 这个损举 3月损举 有些人当然会怕 那么想在大家 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这一次 大家投票 不要怕 因为过去大家 如果大家有去投票过的经验 投票站绝对不会比咖啡店 菜市场或者市中心人潮多 绝对不会 而且每次我们去投票 都是井井有条 而且也不能大 也不能的 怎么讲 吵吵闹闹的 大家都要求安安静静的 排队拿你的号码 进入投票室 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所以一样的 这一次 这一次的投票也是一样的 而且这次投票日 还给你一些 建议给你一些的时间 那个两小时去投票 所以为了这样子的安排 避免更多人的聚集在一起 所以大家在这方面 真的可以不愿太担心 不愿太担心 支持陈明志 支持GPS候选人 在N54 为大家争取这个 强化排水系统 我说到 我能做到 因为我是一个实干的候选人 我知道 我自在讲什么 因为我已经研究了 Blauang一段时间 我绝对是可以 把这个强化排水系统 这个概念 这个系统 带给Blauang每一位同胞 选人 希望大家 喜欢我这个 这个的 这个计划 支持我一票 谢谢大家 晚安 Blauang的人口增长非常快 车辆也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的道路系统 却没有提升 我们每天 上班下班 上学放学 运输货物 各种经济活动 常常都要面对交通堵塞 特别是在发生 几集事件的时候 又要遇到交通堵塞 就会造成 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的六大计划里的第二项 就是要扩建 主要道路 开拓新路 贯通 新Blauang 在我计划中 我要将 Jalan Tinlikong Jalan Wawasan Jalan Deku Jalan Uluskemeera 和Jalan Oya 改成 双层大道 Jalan Desen 改成 双层大道 再加上 开拓一条新路 贯通 Fasai Sion Jalan Uluskemeera 和Jalan Oya 这些主要道路的提升 一定能够带动 新Blauang的 未来发展 有便利和高效率的 交通系统 我相信将来 会有更多人 会选择来Blauang居住 这是我六大计划的 第二项 下一支影片 我会为大家介绍 我的第三个计划 大家好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 购买房子是一件 人生大事 可是 现在房价 总是高涨不下 让很多年轻人 负担不起 过去有许多 可负担房屋计划 也许提供价位 非常大众化的房子 可是他们的地点 往往非常偏僻 交通不方便 通讯也不好 我的六大计划的 第三项计划 就是在Blauang推出一项 精明居家计划 它的地点附近 拥有 商店 学校 警局 绿色公园 交通非常方便 更重要的是 不用怕WiFi不好 这项精明居家计划 同时也推出了一项 别开生命的 中央浪器输送系统 将浪器 自动地输送到你的家 非常方便 也环保 更重要的是 它减少你的生活开销 我非常希望 这项精明居家计划 能够提供给我们 Blauang居民 一个安稳的居所 我更希望 透过这个 精明居家计划 能够寄居 青年人才 留在市屋 和我一起打造 新不老玩 我下一次影片 将要推动计划 让更多年轻人 回来市屋发展 嗨 大家好 一直以来 有许多青年人 离开市屋 到外地谋生 可是也有很多 在外地谋生的 市屋人告诉我 其实他们很想 回来家乡发展 回来市屋 能够陪伴 和照顾他们的父母 可是市屋 没有机会 没有属于他们的平台 我的六大计划的第四项 就是要为我们的青年人 量身打造他们的经济出路 为配合沙拉越政府 提供 巴拉万青年 创业基金 和微型企业贷款 帮助我们的青年人 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企业 我们要我们青年人 留在事务发展 不能光靠嘴巴讲 政府必须先砸钱 投资应急设施 提供低利息贷款 和创业空间 鼓励我们青年人 勇敢留在市屋 发挥他们的才华 并且帮助他们 发展各种各样的领域 让市屋 百花齐饭 嗨 大家好 市屋有很多公园 但是多数的公园没有发挥它的社区价值 我的六大计划里的第五项 就是要打造更能够促进社区关系的公园 我想从社区里建设公园 再从公园里建立社区 换句话说 社区公园不只是一个提供给大家休闲运动的好地方 更重要的是 社区公园的设施和祖籍 也必须要能够吸引到成年人和儿童一起玩耍 并且体验每个角落所带来的欢乐 想象一下 一个充满趣味 环境优美的社区公园 一定能够提供给当地居民一个 彼此认识 交流和互动的一个美好开放空间 这是我六大计划的第五项 下一支影片 我会为大家介绍我的第六个计划 嗨 大家好 在普拉旺的基本建设 可以说是十分齐全 在教育建设里 我们有大学 国际学校 在商业领域里我们有购物馆场 我们有运动场 我们有室内体育馆 图书馆等等 可是我们却缺少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在普拉旺 我们没有公共医疗保健服务 你们知道吗 在一个占地十二平方公里 有超过十万人口居住的普拉旺 我们竟然只能够找到两间世人诊疗所 自从2020年我们经历了新冠病毒疫情的漫长和无情的试验线 我们大家都可以深深体会到 拥有一个完善的公共医疗体系 太重要了 因此我的六大计划里面的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要设立巴拉湾自己的Poly Clinic 因为设立在巴拉湾的Poly Clinic 才能够真正的提供给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 还有我们自己一个更好的医疗保障